啦啦啦,我的野人也会砍树啦,也会砍树啦 在生存里面,小伙伴们特别特别注意啊 野人图团只能触发一次 第一次放哪里,野人工作的区域就在哪里 所以呢,现在就遇到一个大大的问题 我第一次放野人图团的周围全是建好的军训基地 野人陷阱,游戏街 野人根本不能展开农作工作呀 哎,这样看来,是不是要 这个,赶紧拆了,炸了,哈哈 嗯,真的要拆了这么漂亮的建筑吗 这都是满满的回忆啊 不,小狗,赶紧拆了炸的,我等着看好事哦 看,看你个大头鬼 公公教练,不要,不要拆,拆了多少回忆啊 不,小狗,快拆,快拆,野人明显就不少干活 公公教练,别拆,别拆,拆了我们继续回忆就没了 拆,快拆 不拆,不拆 拆,使劲拆 啊,别拆了,我自由主张 哎呀,我好烦啊,到底拆不拆啊 拆,快拆 不拆,不拆 别拆,别拆 啊,我要做一个听天有命的决定 正好身边有两只小猪猪 我猜一下它能生宝宝的单双树 要是单树呢,我就拆了附近所有的建筑 反正双树呢,我就不用拆了 野人小伙伴也注定以后都不用干活了 只能帮我反手怪物 小伙伴们,你们也猜猜 到底是单树宝宝还是双树宝呢 好嘞,听天有命吧 给,萝卜操树 小猪猪开始跳舞了 到底是单还是双? 啊,是单树宝宝呀 它就是要拆掉周围的所有建筑 啊,不要啊 至少我们还是要继续干活 老天爷,你待我们不薄啊 哎,既然是老天爷的决定 那我小哥也旅行到底吧 把周围的箱子全部进行翻家 取杂树 这些栅树桶 大概要100个就好 不然威力太大了 爽快到其他的高楼大厦就不好了 把栅树一个以后连在野人开关的中心 依次排开 嗯,最终的样子大概就是这样 任性拿上我的大炮 再见了,我的马拉松进去基地 再见了,我的野人补助陷阱计划 都再见了 启动开关,火箭筒发誓 为了未来美好的野人农场 起步之所中而以往今生 大了一个又一个大坑 看着就有点心疼 周围工作正式开启 未来的日子里 我打算要搭建一个超奢华的野人工店 和大型野人农场 这样才能弥补我此刻心碎的情绪 好可tan 小平 小平 弥的 冬星